我们学习佛教的历史 佛教如何在中国传播的 我们这个开始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主要你知道我们为什么 这种跟别人不一样的中文教育 主要你带领我们学习历史 是主要你知道我们历史当中的过往 是我们知道今天在现实当中 如何根损主义 知道如何向我们的同胞 传扬主义的福音 主要我们不是白白的学了这个课 主要你明和看国帮助我们 祷告奋也是记得的名求 阿们 好 哈喽同学跟着老师上了 不少的历史课了 你大概知道老师为什么开始课了 是吧 不是纯粹的讲一点故事给大家听 娱乐一下 佛教如何在中国传播的 回到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需要上一节课回到一下 佛教入华之前 中国社会的情况是怎么样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情况 他为什么会接受佛 什么问题 佛教入华前的中国社会 是个什么状况 三个光景 还记得吗 三大光景 中国人 大家同学知道 还记得吗 成 佛教进入中国是东汉年间 东汉以后是什么时候 三国 群雄并立天下大乱 这那时间加300名 中国人 苦难当中 陷入苦难当中 战争当中 那么呢 知识分子在干什么 南方有稳定的生活 西京 有很稳定的生活 他们在忙什么 那知识分子有没有去安慰 那些受苦受伤的百姓 他们在干嘛 他们享受生活 吸毒 吃了五福散 喝酒 男人呢 搞得跟女人一样 然后呢 便有钱的呢 赢了 知道吗 第三个方面呢 战争 五福乱缓 说天下分离 五福乱缓 中国人呢 被屠杀 被欺呀 被外族人欺呀 那这件事情怎么办 谁来安慰我们受苦的同胞 佛教 小城教育就传入了中国 佛教是称哪三个方面 安慰中国人的 他怎么安慰的 还记得吗 有个那个叫什么 死了会轮回转世 对轮回转世 你精神受了苦 来世你再享福 人家精神想了福 因为上一辈子干了好事 所以呢 你记不记得 第二呢 第二是什么 帮助你逃避这个现实 都不记得了 同学们都不记得了 当帮助我们逃避这个现实 他提供了一个什么呢 修行的场所 他帮助你呢 比如说这个不吃 那个不吃 那佛教还不施舍 他 他个人的修炼 他满足中国人怎么样 一个骄傲的 你不要认真悔改 你学人人心者有佛 你就可以修炼 知道吗 第三 佛教他讲究慈悲 就不施 会施谁钱财 互相 有些人会施谁 穷人也会施谁 那么呢 人的互相帮助 他就这个苦难当时 对同学们 你知道为什么 让大家来上这课吗 那么基督教 跟那个佛教的安慰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还记得吗 神的话是有能力的 我们也要连续别人 不能说 人家需要安慰 你不理他 那不行 我们的话是全能的 但是难得的地方 基督教和佛教 现在中国的第一大宗教 是佛教 基督教要怎么呢 要认真悔改 很多人不愿意 我们是靠信心 靠恩典成义 它是靠行为 稍微复习一下 那佛教的 很多的知道一些常识 佛教是个什么样子 佛教的离不开三个特征 因缘生法 诸法极空 立旁从佛 它创始人叫什么名字 乔大摩西大多 会就叫释迦牟尼 佛教是有神论 还是无神论 它本质上面是无神论 那中国人为什么会喜欢佛教呢 苦嘛 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佛教呢 对信仰方面 中间它是解决苦 智慧 安慰自己 人生无常 然后朝人 就无我 很多的佛教徒 就这个方面 包括李嘉诚他们 就这方面努力 马云他们 等等的 基督教和佛教的对比 是什么回事 还记得吗 人去寻求神 产生了佛教 神去寻求人 产生了基督教 佛教的教育 是人寻求智慧 从我的物出来的 那么基督教的信仰来 是上帝启示的 上帝的儿子 倒从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两码事 但明白没有 那么普通人信佛教 他为什么信佛教呢 他想方便 有些中国信佛教很方便 明山大川 到处似的 然后他们相信佛法无边 生活上也有很多困难 就帮助 帮助不了 这信基督教 生活的压力太大了 尤其是白领接受 东人接受 他需要信个教 让自己来安慰一下 在庙里头住两天 也不错 对不对 他还分心里钱 对吧 各位同学 上回我们讲到这里来了 相对于如道佛 如道法 佛教为什么有优势呢 为什么把其他两个 教给打败来了 我们在讲世界历史的时候 也谈到过这个方面的内容 印度的佛教 为什么转到中国来了 在中国文化里头 包括孔子 我们前面讲过 孔子 他不关心来世的事情 未至深能 焉之死 你活着的事情 都搞不清楚 你搞什么来世的事情 但是一般普通老百姓 关心这个问题 他担心了 我爷爷奶奶死来 到哪里去了 人死了 到哪里去了 他关心这个问题 中国以前的儒家和道家 法家 道家上来好一点 他根本就不关心来世的 这种事情 他也不讲究什么因果报应 道家呢 佛教呢 是讲究如何以德夫人 道家呢 是讲究如何逍遥法外 逍遥这个世界上面 快活逍遥 法家呢 是讲究如何使国家强大 他不关心普通人的生老病死 他不关心这个问题 佛教呢 他讲因果报应 讲转世投胎 六道龙悔 这些东西是中国人文所未闻的东西 啊 有这道理吗 也就这样的 第二 他的人类的苦难 他有关怀 儒家 道家 法家 他 道家批判儒家 儒家呢 只关心老无老以及人 这些道德方面的 他有 但是这些根源是怎么来 都没有思考 你看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幼以及人之幼 人家叫均均丛丛 夫妇之子 他关心这个社会秩序 他对人类的苦难 他没有思考 也不关心个人生命的操练 你个人生命 你个人的一天脑 你这么面对自己 没有 我的灵魂 我怎样清醒管御 我如何调整我的心态 道家 老子 童子 孟子 韩非子 他们都不关心 你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 这是什么面对的 他们 他不关心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佛教 佛教影响中国人 在中国圣巢的时候 产生一个小型叫心血 没有这回事 佛教来到中国以后 他就中国化了 出来意和爱 我给大家 稍微 这佛教的推 他特色佛教的特色一 他关心这个宇宙的根源 第二个关心 他关心这个 第三个 佛教有些人在这个乱世当中 杀来杀去的地方 他提到厌世者来说 动入空门 动入空门 提给你的亲戚朋友 不再来往 没意思的 第四个 佛教跟中国人 带来灵魂不朽 和来世的观念 如果没有佛教 现在前面基督教传福音 就更难了 知道吗 然后第五一个 佛教把汉人少数民族 就看了平等的生命 所以在北 尤其在中国北方 他是被五湖十六国统治的 这五湖十六国 他怎样跟汉民族之间来往呢 其中有个桥是佛教 因为佛教认为众生都是平等的 那个部分什么汉人的蛮义 就没这个回事了 你六一个 佛教背后有印度的文化支持 佛教背后有印度文明的支持 当时的印度的孔雀王朝 到极度王朝 它确实很发达 我给大家讲个中国的棉花 棉花是印度人挣出来的 都来自印度 对就传到中国来的 是吧 还有印度的这雕塑 艺术简单 它传到了中国 包括衣服等等的服饰 绘画都影响中国 它背后的印度的科学技术 还有印度人的富裕的生活 中国人真的把印度当作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路途 圣女上什么了 中国民间一句话 我要宰了你 叫圣女上什么 圣女到哪里去 对什么 不知道啊 圣女上哪里 上西天 圣女上西天 我靠你讲的 就是为什么这样是 你好 世界好 玄奘去 就是去 玄奘去西天取经 是不是就去印度 就去印度吗 去印度 就是玄奘去西天取经的时候 印度是哪个王朝 印度是基督王朝 唐朝 基督王朝 就是本来它很发达 基督王朝它是各方面的 在滥陀寺里头 在那里头 还有印度的语 当然是说科学技术富裕的神话的语言叫泛文 大量的翻译成中文 中国人到今天为止 世界上研究泛文的地方 除了中国以外就是印度 就是那个什么呢 德国 德国就不说了 就古代印度的历史 印度人自己不在乎 中国人来给他记录的历史 把印度加上来跟和尚 和尚不诚实 印度确实很发达 叫和尚吹牛 和尚为了传他的佛教 他就会吹牛 印度是如何如何的好 如何如何的好 就吹得了把印度来传福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印度是发达 但是没有和尚的人 所讲的那么像成为极乐世界 这么吹牛 那么中国人就很向往这个 很向往 但是具体把人就去不了 这少数和尚单身的才去 除了这些以外 佛教吸收了儒家的孝道 比如的祖先建义物 包括贾宝玉 贾宝玉本来信了佛教 但是他为什么还去结婚呢 为什么还去参加八股考试呢 就是对了祖先进校 这个意思 然后以前的佛教 沙门不败王者 什么意思 今天的话就是宗教分离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宗教分离 但是他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口味 他还是拜了王者 就是说你既然已经出家了 对不对 你是出家人 那你怎么像地上的这些君王 还去拜呢 你不是大佛六道轮回 你不是立邦从佛了吗 对不对 已经很了不起了吗 对不对 你为什么还拜地上的王呢 在印度没事 印度当时宗教自由 在这基督王朝的时候 各种宗教互相包容 博罗门教 后来博罗门佛建议 是印度教 吉那教 还有佛教 你随便 随便 就是宗教自由 但他中国不行 他就改变了这个沙门不败王者 就改变成了 就变成三次 变成三次佛教了 就是佛教不为了干什么 被祝福了就管控了 就这样子 不但被管控了 你成为佛教徒 从后面我讲 三五一中密佛 你成为佛教 你必须拿到广房的度敌 度敌 你就是说 你能不能做和尚 能不能做和尚 能不能做尼姑 我说比丘尼 就是能不能够出家 你必须政府认可 政府没有人口 你怎么了 你不能够出家 你知道吗 也就像中国的三次佛 基督学 你能不能做末世 能不能说 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你要在政府的神学院读书 然后宗教事务局去了你 后来你才能做末世 你干什么事情 你要跟增加事务局请次 明白吗 当时的佛教就这么 这样子他就试验中国来 除此以外 中国人还会问一个问题 叫曹渡 什么叫曹渡 然后爷爷奶奶死了 他们一生的过犯 他们不认识 不信佛教 以后怎么办 以后怎么办 我问大家个问题 你说他是六道轮回 下一辈子变成猪啊 狗了怎么办 你告诉他你爷爷奶奶 干了很多坏事 以前偷金摸骨干干了事 现在是死了 那我爷爷奶奶怎么办呢 原来变成猪一条狗 你说得了吗 你说你爷爷奶奶奶奶奶奶奶变成猪啊 狗 那怎么办呢 你爷爷以前是杀猪的 下辈子这也变成猪啊 你妈妈在世的时候 杀过很多鸡 下辈子变成鸡啊 按照六道轮回就这样的 那怎么办呢 我问你啊 佛教就想那个烧狗 怎么办 他们就想一个主义了 叫曹渡啊 找一个和尚来跟你做法事啊 这法事来给你超度啊 你呢 你爷爷奶奶干了 干个坏事啊 一生那个可能杀个猪杀个牛 如果没有正常的超度 下辈子变成猪啊牛了 哎呀你可多惨了 你爸 所以你要花点钱 花点钱怎么样呢 求和尚了 等一下捏几下 给我们超度一下 超度了以后呢 你的罪孽呢 就随着那些猪啊 给我的宰杀啊 花了钱啊 这就征天堂了 就成佛了 好不好 有点像基督教的什么教 基督教什么东西 看到没有 有点像跟谁像 各位同学 跟我学个教科历史的 你知道这像像谁干的事情 像谁 基督教 传到欧洲 传到欧洲以后 信耶稣得永生 请问我爸爸妈妈没有信耶稣 他现在在哪里 你怎么说 天狱 就没有人跟他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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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奶奶 没有信耶稣 他也没提出过福音 现在他死了 到哪里去了 地狱 地狱去了 你敢这么说吗 你明天 你爸爸的同事 过世了 你告诉他 你爸爸 或者是你亲戚死了 你得下地狱 你能自己这么说吗 有可能让我揍一顿 那情况就会揍你一顿 或者抽你两个耳光 对不对 你不能这么说吗 对不对 你顶多说 你就算你信仰比较刚强 你不吭声就行的吗 对不对 不说话 不说话 你就闷在那里头 但是如果他问你怎么办 我们的教会 我以前就遇到这个事情 我们在广州跟人家传福音 小姐妹到我们教会来 你跟他传福音 然后他也愿意信 那在受洗前几天晚上 他父亲过世了 然后他很悲哨 因为他还在读书 他就问我 我爸爸有没有进天堂 那你怎么说 你告诉我怎么说 你猜我怎么说 你猜我怎么说 你猜家的时候怎么说 怎么说 说我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呢 你是传道人呢 我那个时候我就传道 你不知道 我要找你干什么 就是你知道吗 在找你啊 那会不会是会 会不会说是说 耶稣还没有来 还没办法判定 谁能下帝 谁能上帝 你不能说 你不知道 你就是传道人了 他人家相信你啊 你跟他传了福音 你都不知道 还没得安慰了 你不能骗他 你要讲真话 你需要告诉他 上没上天堂 还是没上天堂 我告诉你 这是难的 天主教的办法 是这样的 天主教把福音 传到欧洲 我问你各同学 几个同学 在这里参加过 夏老师的 教科历史的学习 天主教 这个是个麻烦 不是一个人问 你说如果一个人问 就忽然忽然过去了 很多很多老百姓问 你怎么办 然后他们就发明了个练义 你爷爷奶奶 一时也很过犯 现在他在练义 就是力练嘛 就是练义是用来 天主教就发明了个练义 练一下 你爷爷奶奶 你使了的先辈 都在练义的练 练把他最练过犯 练掉 然后才能进天堂 你爷爷奶奶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 赶紧喝 那个屏幕有点蒙 屏幕有点蒙 是吧 我推一下 现在好了吗 好了很多 好好好 那么搞练语练一下 听我讲过 也许就重复讲的 讲得很累 重复着讲 练一下 把你后来 那你怎么的 你求彼得 把他的功德给一点 求玛利亚给你功德 给你爷爷奶奶 因为你爷爷奶奶 确实没有新耶稣 那么你现在呢 要国外的祷告 然后分现钱财 给教会 教会替你祷告 然后就赎罪卷 就这么来的吗 老师 这不是明白 是骗钱吗 谁说骗钱 你担不担心 你爷爷奶奶奶死 担心啊 是啊 以后你觉得他下地狱了 你开心吗 不开心 当然不开心 那你不开心的话 有没有办法解决 给你告诉你一个办法吗 对 为他赎罪嘛 这天主教这个 这个猎狱就这么发明的吗 佛教的超度就这么发明的 佛教原来 那个叫什么 释迦牟尼里头有超度吗 没有超度吗 释迦牟尼的佛教里头哪有超度 这个超度那个是死了 你又到龙魂 轮到哪里去 轮到哪里 哪有什么超度 这中国的佛教发明的 为了安慰你 为了安慰人 基督圣经里头哪有什么 炼狱 你不信耶稣都是下地狱 管你爷爷来了 上帝面前都是公平的 对不对 就像我爸爸一样的话 他不信耶稣 我跟他传福音 他死了 他就是下地狱 他不是我要这么做 上帝是公平的 你不能是因为 你小老师就另外给个面子给你 上帝不能说贿赂的 他不能给人把面子给你 你的最没有好好的对付 就是下地狱 你不信耶稣就是下地狱 就那么简单 但是怎么说 在世界上当中 那我们怎么说 你爸爸没有按照常规 如果不信耶稣 肯定是下地狱的 你今天知道了福音 你应该好好的信耶稣 对付你自己的过犯 去记得保护圣明 让你父亲这样的悲剧 不再继续产生 跟你妈妈传福音 给你的弟弟传福音 这才是正确的教导 你不能够发明一个什么 像佛教一样的超度 或者是天主教一样的恋 来安慰人 事实怎样的就怎样的 是吧 那佛教这样子呢 佛教在中国呢 就慢慢地取得了优势 道教呢 道士呢 就干不过和尚 就这样的 那佛教传过中国的方法呢 他有什么方法来传呢 他是怎么传教的呢 看一下 我不是要你学 你直到一下就行了 不要你不大概背 首先他叫抱大腿 什么叫抱大腿呢 就是佛教首先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他跟谁传福音呢 当时的博士弟子 但是他博士呢 那个博士是个官员 不是现在的一个学位 中国古代的博士 是那个朝廷设立的 都是有学问的官 给予了个官子 叫博士 锦卢 楚王英 汉 皇帝 魏文帝 就是曹毕 孙权这些人 比较好佛士 佛教呢就怎么呢 得到了中国的君王 和上层世智的支持 就是广泛的流传起来了 不是催传 不是催 就是我叫民间抱大腿 天主教来花宣教的时候 就走这条路线 就是抱大腿 首先跟皇帝传福音 皇帝传了 现在天主教呢 全国人民教请天主教 给那些达官贵人传教 知道这样子吗 然后呢 拜登神是给谁传教 耶稣是给谁传教 首先传福音 耶稣首先把福音传给谁 老百姓 耶稣首先把福音传给的是谁 不知道啊 诚意诺说是老百姓 有贪人 贫穷人 贫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吗 叫贝罗的释放是什么 是压制的得自由 那些不明白福音的人 不明白福音的人 包括今天的基督教 相当于李提摩泰 英国有个传教士 叫李提摩泰 专门找谁去传福音 李鸿章了 找慈禧太后去传福音 所以他传的福音是什么的 现在三西大学以外 一个毛都没留下来 知道吗 福音是属灵的 你不能跟这个佛教 跟天主教走 福音是比较贫穷的人 有福音听给他 是贝罗的释放是压制的得自由 这个穷苦人他比较容易 我当然不是有钱人 不应该信息 也说没这个意思 但你首先要关心的 这社会上面最穷苦的 你来到个地方 老是找人抱大腿 压个了 佛教传的 看玄学找知识分子 当时高堂扩论 高堂扩论的话 像当时那些和尚 就自动的会员了 就跟那知识分子高堂扩论 就像今天的某些人 跟知识分子 看文化使命 看中国改造制度更新 请问你这样子传的福音 吸引的人是什么人 是知识分子 这些人会伟生在基督里吗 佛教可以这么做 基督教可以这么做吗 你用文化使命 用哲学 你用社会学 把它吸引到教会里头来了 没错 有一些人对唐承荣 谈哲学很感兴趣 谈古东感兴趣 对建筑的绘画音乐很感兴趣 那么这些人 引过这些感兴趣 他来到教会了 请问你怎么梦养他 你怎么梦养他 你还得跟他谈哲学 谈社会改革 还得怎么样呢 给他搞什么 维权运动 给他搞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雅各 不小心看到了 打动我了 你想想看 你用社会的东西 吸引他来教会 你还得用社会的东西 模样他 维持他 否则他就会不再来教会 怎么 你不要学这个佛教的这种说法 你以为这是很聪明的 佛教就是跟知识分子 当时他在谈学一学 他就谈聊着聊着 就把这些人 你看看这个和尚 就和尚跟那个道士聊 聊着聊着 这道士就变成和尚 今天基督教有一些人 就学这一套 不行 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什么 哥伦多前书第二章 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什么 只知道什么 这个同学 这经文都不熟 只知道什么 只知道吃汉堡 只知道搞夏令营吗 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什么 也说把那个经文那个背下吗 那有同学知道 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这就是福音 你不要迎合世界 不要认为别人感兴趣什么 我就跟他聊什么 你来一天你聊不上了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教会里头你用什么 你用十字架吸引他 你才能够用圣经的话语 喂养他 对吧 十字架的道理在圣经里 你用圣经的话语吸引他 才能用圣经的话语喂养他 你用世界上的文化改造 吸引他来教会 请问你下一步怎么喂养他 你通过升官发财 吸引一个人来教会 那么你教会里头 没有帮助他升官发财 他还是会怎么 不要走这些世界上 佛教可以这么做 天主教可以这么做 灵恩派可以这么做 呆息心不正的人 你们不能这么做 笑容神不能这么做 你要传耶稣基督 并他定死之家 不然个人 人喜欢感生 你就迎合他 你开店的 教会是开店的吗 第二个 中国老百姓 那什么东西 就福而咒 就密缺佛咒 自病 中国人就是一个 就是问牧师 我的孩子 你看现在考大学了 学什么专业好一点 请问牧师怎么回答 我的孩子 你看都七八岁了 小老师 你告诉他 他将来应该成是什么工作 有人问我了 我说某某某姐妹 我是教书的不是算命的 你的儿子将来干什么 我不能给他给你打一挂 中国人不管信不信 他就有这个 好奇心 我孩子生了病 小老师替我祷告一下 我祷告了一下 你的病就会好了吗 我不祷告 上帝就不医治吗 我是信耶稣 但我没有这个本身 我祷告上帝 一定就医治你的孩子吗 我从来没有这种信心 过去没有 现在没有 交代也没有 不打上有 我们人的神效 佛教就会告诉你 可以 我给你来治病 我来替你求 你念金刚经 你念多少遍 我给你专谱 我给你搞了些 帮助你缝心发疾 就跟着个人 我以前给那个佛教徒传福音 他儿子 他是个骨科医生 很有钱 在广西的 我们跟他去传福音 他家里有什么金子 挂在墙上 有什么一个瓶子 还有一把剑 还有一些东西 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我全部给那些火 给他烧掉了 你为了帮助 就迎合人 因为那些方术 辅助 算命的这种方式吸引力 没有 如果是你的孩子生病 你求告神 你们家有什么 罪悟要悔改 要对付好好的先生 主啊 你若怜悯我 求你医治我的孩子 你若 想我的孩子守走 求主让他的灵魂 进入天主 我们就这么祷告 我的孩子生病了 就这样祷告 我自己生病了 也是这么祷告 主啊 你若愿意你医治我 我有什么过犯 你告诉我 我愿意悔改 是吗 我的病 若能够荣耀你的上帝 我继续生病的没关系 我 但是 如果没有别的目的 求主 你医治我孩子 因为我也很着急 做父亲的 很着急 我们 你借着这些病 你要告诉我们 什么道理 对吧 我好悔改 你不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呢 对不对 比如说 我有什么罪 我没有对付 那我的孩子就生病了 我没照顾不周 经常一个人看手机 这里玩 孩子们生病了 空调下去生病了 我不知道 对不对 我就求神了 别免我 或者说有什么药方 我给弟兄们喂一下 一些新医的弟兄 游戏人就喜欢 搞这些东西 他把他们献上个迷信化 神一不一种的人 圣经上面 那个贤子 伊丽莎是怎么死的 你就问猪八戒是怎么死的 那是纯实的 伊丽莎是怎么死的 伊丽莎是病死的 一把佛提那么爱主的人 为主可以不厌命的 他怎么 有没有病了 所以我们不要搞这些迷信的东西 不要把信仰当这个迷信 神愿意医治 求主帮助我们医治 就像寡妇求 九爷说 你说愿意求你医治我的孩子 你不愿意求你把他灵魂接到 接到你那里去 我就满足了 就最新了 然后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医学 基督徒来过来穿福音 不是搞这些神圣大德的事 建立医学 当然我学医太乎 昨天我孩子生病了 我就祷告 我一方面我要认证悔改 要照顾好孩子 是我做仆人的 不像个仆人 没做好认证悔改 另一个方面 我请教个学医的同学 新学医的弟兄 你告诉我有什么办法 他就跟我就在 你把那红糖和姜煮下来 就能移植 我们基督教 承上的是信仰和科学 并不矛盾 不搞这些东西 知道吗 然后喝了红糖 现在就没啥事 没咳 走到马上也没咳 今天就好很多了 那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而且技术也是上帝赐福给人类的 你为什么不去用 你搞那些神圣国际的东西干什么 是不是 马里逊他来花宣教中 他们学习去那里 医学博士学问 带队上来花学 那医学博士 不是搞这些神圣道道的 但是学医难不难 当然也难了对不对 学个医 最少学五年对不对 成功的大学五年专科 然后还两年 三年 两年素士 甚至三年博士 学到了就三四岁了 那你也得学对不对 那你搞这个迷信就很简单了 现在都没好怎么办 我们老家那个林恩华跟我同学的爸爸传福音 你们家全家禁死 你爸爸的癌症结婚好 那他们就真的为了他爸爸癌症好 我那个同学 他妈都全部禁死 好了没有 没好死了 人家我一会儿又来了 孩子他们了 那你没全家禁死 我们全家禁死了 小孩子了小孩子 我孙子才两三岁 他怎么禁死了 对不对 你现在神 这是骗人的嘛 对不对 你鬼话嘛 神经病 我跟我同学 我怎么知道呢 我跟我爸传福音 跟我同学 他们理得不理我 我们关系还不错的 你怎么都不理我了 对不对 我就是这样子的 你看到 你叫我这个后面人怎么传福音 你这么糟蹋了 我这个葡萄园嘛 对不对 上个葡萄园 不你们这么糟蹋了吗 我都传不下去了嘛 为什么传下去了 你们害我 你把我这路给断死了 就小老师也跟他们一样骗的嘛 不是的 我们心里跟他心里不一样 我不搞这些鬼迷导 林安派的中国学校 就因中国的这种方术 信任 骗人 那么属灵 你比伊丽莎更属灵吗 你比伊巴佛提更爱主吗 他们病都要死 伊丽莎就病死的 对不对 就搞了些名堂 好 如果 你对别人的病 好去学医学 去研究医学基督徒 知道吗 这谁要再也 我不是说医学 能够解救所有的问题 对不对 医生也没有解救所有的问题 我们都见过我们的捧风 对不对 你见过医生 能够把所有的病毒治好吗 那可能对不对 我建议大家看一个 一个片子 是美国的那个霍普金斯 脑阔的医生叫什么 一个黑人 他非常爱主 在医学方面的怎么样 很高的 全世界进行那个 两个脑袋把他分开 我不知道怎么看 我 你打死我也做不到 老师我见过那个 我好像看过那个电影 就是 他那电影是什么名字啊 他能够把他分开 我的天啊 你还要在研究医学 不要搞什么迷信的东西 信啊 信严肃得勇生 没错啊 你要解决问题啊 还要在学医学 就专业啊 不要搞这些 混乡发迹 还是什么事 老师 对 我好想说那个 就是什么 那个好像是要把两个 两个都连在一起了 要分开了 对 那个很厉害 而且那两个人 好像共用 是共用一个心脏 是 不然怎么搞到 这个我精神 我什么也机会搞迷飞 这个道理了 你可能也机会搞得懂 我是搞不懂的 我的意思是基督徒 你应该努力进本分子 在医学方面努力 不是说所有的医学 应该解决问题 也没有这回事 只是我们进了个本分而已 就坚持了 他在这死了 我们当然也祷告 也祷告 不能说不祷告 但是不要把这个信仰当作女性 神愿意医治 我们感谢上帝 神没有医治 我们在医疗方面进本分 孩子生了病 该生医院的就生医院 对不对 有什么药方 能用的就用上 但是用上来不能解决问题 这种走了 我们心安理的 主啊 我已经进本分了 我妈妈要的 有人说你要怎么样 我已经进本分了 我知道那个新冠肺炎 它基础病很多 救不了了 救不了 我就不去了 插广子 我另外一个亲戚 这插广子 插了21天还是死 没有 七八十岁了 你还是这么 我们进本分 不要搞这种迷信 不要像学佛教的 也是君王犹带 那些当国 君王把财产捐给佛教 那么他们 因为他们走上层路线 他们能够满足人的欲望 那基督就没法挡着 你要认证悔改 对不对 他不认证悔改 你能把他怎么样呢 对不对 所以那些君王就优待佛教 佛教 那些有很多的豪宅 田地 经营博弊 这个佛教的很有钱 今天的佛教 中国的佛教寺廟真的有钱 人家几十个亿 那个少年寺买地皮 一直是34个亿 他是和尚 他是靠着那个少年寺品牌 有金主 经历佛教也是有金主的 你看全国上校佛教他没有什么的 他怎么聚会 他怎么搞 官方谁去管他 甚至他们搞那个收盟票也没啥事 那我们基督教怎么样呢 除了三字的会 也三字也被限制了 基督教稍微出一下头什么 要打击你 为金主 这些金主 很多人就唤醒了基督教一个 国家领袖 这些造谣什么温家宝信书 还有谁周恩来是基督徒 你去哄一下乡下人 没读书的人就可以了 正常的你欺骗不了 纯属幻想 纯属幻想 好 我们休息一下一下 看佛教是怎么了 传到中国人 他用这个四招 大家就叫四招 传到中国的原因 好 我们休息一下 3.25过来 3.25过来 好的 老师 3.25 老师辛苦了 没事 还有3.25过来 休息 3.25过来 需要人 需要休息 没事 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薛 stable 母亲家宝石组 声 supply BIZaid 火督烈公司 At이는 general 也和花留奶露 你的真谛都要灭亡 一切昨年的夜摇离山 大的夜摇离山 凤世上也要离山 你却に与尖ного摇离山 高举了我的脚 如烟牛的脚 我是被心流高了的 我眼睛看见臭泥草包 我多听见那些起来 攻击我的二人手法 一人要花往路总数 生长奴隶巴嫩的香果树 他们在与耶和华的殿中 法王在我猛身的院里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 遥忘了只将二场发起 好鲜明耶和华是真值得 它是我的盼石 在它毫无不已 鲍天下荡香 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了一世风 耶和华 当来像它歌唱 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 我们是它造的 也是属它的 我们是它的名 也是它操场的呀 当沉写进入它的门 当祝草未进入它的月 当耿写它 尘松它的秘密 因为耶和华奔为上 它的慈爱级报永远 他的心事直到枉杆 我要向上寂寞的帮助从河来 我的帮助从河天地的耶和华尔兰 他必不将你的脚要动 保护你的皮衣不大顿 保护以色列的耶和华尔兰 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右边引起你 白日太阳比不上你 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 灭受一切的灾汗 他要保护你的心里 你处理如也 海花哑巴不明 从今世直到永远 你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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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cellphoneigo,肃靠,比自己 你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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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一切和华因他一切breng 永远长存 你们要呈现王主之主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不幸大骑士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用智慧早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不幸大骑士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日头光白晨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输光黑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辰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辰 他造月亮星输光黑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输光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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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输光黑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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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成 大家安静下来图乡吗 麻烦你安静下来啊 大家安静下来啊 雅各把话筒关一下 我们刚才讲了佛教的宣教策略 四句话 一个是抱大头 第二个呢 迎合人跟人家聊天 跟他一起吹 第三个呢 他搞那些巫术 搞巫术 第四个呢 找到金主 施主他们叫施主 这是金主 基督教你不要笑的 耶稣是道路是真理 是道路也是神秘 大家注意啊 耶稣是真理道路和生命 道路就是方法 我们宣教的方法 主耶稣怎么宣教 我们就是 主耶稣现在很多神迹奇事啊 是的 他有本事啊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是道成肉身的神 我们是被造的儿子 他是被神的儿子 不一样 大家知道吗 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人性 不能够学他神性 因为我们不是神 耶稣基督可以是神迹奇事 他可以叫坟停住 请问你和我能够叫台风停下来吗 我问耶稣基督明的台风停下来 台风会停下来吗 能停下来吗 我们没法叫台风停下来 但是台风能叫我们转起来 对 是这样子的 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姐妹啊 那天是我们啊 教会出来 父耶稣基督明 雨停下来 我听到他在喊 你知道这到底吗 雨下来更大了 雨下来更大了 我们临的要 要生证了 我就不讲那名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学习耶稣基督 就学习他人性的部分 神性是没办法学习的 也不来的 因为他是神 我们是人 也注意这个区别 当然神有时候借助人性神迹奇事 有可能这个 但我们不否认 但这个不是我们说了 算的问题 就像我有一次 我跟人家 我在做那个义工 做那个福利院里的义工 一个残疾人 在地上抓脸 拔到脸都是血 他不吃东西 他神经那个神经发作了 精神病发作了 我想喂的东西给他吃 但是喂不了 他个子比我还高大 对不对 我怎么办呢 你猜我怎么办 我想喂东西给他吃 我喂不了 个子比我高大 我按不住他 他打我一拳怎么办 我打得我也很痛啊 我也是个人 有一个荷兰的老乡 他去给一个男的喂饭 那玩的是有精神病发作 他喂饭的时候 喂过去把手指头咬掉一截 就这里咬掉一截了 他说十来万块钱 把他的手给接上来 咬掉一截了 成此以后一个女 漂亮亮的那个女的 就是手指头少了一截 那小老师就问他 会不会把我咬一口 你觉得会不会 反正我担心 我没让我的勇气 我很担心 反正我也咬一口 但是你不能不喂饭 给他吃啊 那我怎么办 我就跟主打个主啊 我让他很可怜 这里我是个男的 我不能不喂他饭吃 我也担心他咬我一口 咬我一口我也痛啊 对不对 我的肉也是肉啊 对不对 我被铜枪铁地 我也不是铁打的 对不对 我也怕痛啊 我就跟神祷告主啊 然后我摸他神神 他就 他当时在脸上抓着 你跳着他就安静下来 他就没 两个的 你两个 我都是这么祷告下来 他就没啥事了 就很安安静静地跟着我吃饭 你说这算神迹奇事吗 反正他听我的话 没啥事了 别人搞得说 就跳神了 让你的吓得要死 我都跟他说 你不这东西啊 神 他也要这么做 雅各 你安静一下 雅各 雅各 这上课啊 我的意思是说 上帝要选这个法 他要选这个奇妙的事情 这个奇妙的事情 要这么护理 他是神的主权 神愿意这么做 听了我的祷告 我儿子生了病 我女儿生了病 我祷告 主啊你姻生他没事 我还在医院医生给他治好 对不对 我不是每次祷告神 就这么听我的祷告 我没有在前面 是吗你一定要听我的 是我应该听神的 不是神应该听我的 还没搞错了 对不对 每次我没有 很多时候我导个神 就没听过 没听就没听了 对不对 是吧 我孩子生病的吃药吃好的 好 那么为什么那些信佛教的人 信道教的人 他因这个巫术 他真的能治病双命呢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那些伊斯兰家 他祷告的时候 他也能够灵验呢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你想过吗 他们很厉害啊 有一个人去了 小弟兄呢 我跟你讲了 有个姐妹 上面的呢 他真的上的很准 我说是可以上去呢 请问你怎么回答他 你那个是在 是魔鬼在控制他 你怎么这是魔鬼控制他 他告诉我今年婚姻很顺利 我会找到男朋友啊 你怎么不能告诉我 他鼓励我 今年可能会找到男朋友 找到男朋友 对不对 我今年前两年 因为我干了什么事情 也找到没运 现在过去了 今年会找到男朋友 这次明年就会结婚 那上面的就安慰了那些女生 看看手相啊 看了以后还有您呢 他真的是这样子的 你告诉他是魔鬼来的 他理得不理你 你怎么解释 你要是用圣经扶导的 你不了解圣经 你只能够信口开口 你只能够爱骂 你跟个笑子讲没事 这个课堂你讲没事 你要生活当真 你是讨骂的那种对象 是吧 或者说人家不理你 一 告诉你你讲的是真的 但是灵风的两者 一种是圣灵 一种是邪灵 那是高无数的拜佛像的 伊斯兰教的 他们也很灵 圣经里头 第一个 摩西能够把帐变成蛇 把水变成 前往埃及的那些拜偶像的人 能不能做到 有没有本事 有 有 你读圣经就知道有了 伊斯兰教的 摩西把帐变成蛇 那些法老的那些术士 也能够把帐变成蛇 然后摩西印象把那个水变成蛇 请问埃及的法老的术士 能不能把水变成蛇 他们能不能做到 没有 说明他也有能力吗 对不对 说明他也有能力吗 保罗信了耶稣 穿福也很有力的 请问那格拉山的鬼被鬼附了 他有没有力气 身上有没有力量 没有 对啊 他也有力气嘛 他能把铁链的捆住他 请问你有这个本事吗 你信耶稣的人 今天我们在这里 有多少个同学老师这里 阿斯阿哥 请问我们当时 一个人能把铁链给震荡 你不信耶稣的吗 你圣灵的能力吗 你把铁链给震荡看看 我们没这个能力 摩过撒旦的那个 格拉山的轨迹 这个能力 我在我们家乡 我就看到过那些被鬼附的 或者说他们民间叫精神病的 医生叫精神病的 他就能够把个铁链给扯断 铁链来进去 跟女的对不对 力气很大 那么为什么那些拜偶像的求什么 对不对 有一些基督徒犯罪了 是像扫罗一样的人 他打过什么反应 听不见了 大家看 以西结书是四章四到五节 我请我同学读一下 而且雅各读一下 雅各 你读一下 以西结书是四章四到五节 雅各 偶像崇拜者 写灵灵 你读以西结书是四章四到五节 以西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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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要那个地方 对 翻开以西结书 所以你们要告诉他们 主耶和尔还如此说 以色列家的人中烦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 把这女罪的半小时放在面前 又见了先知来人 你见好了 又救了 我耶和尔还在他所求的事上 必须让他这么多的假神回答他 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救助他们 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伸出 上帝让他求假神的时候 就让他 零 叫他零 是吧 你拜假神 你拜偶像 你求子得子 求财得财 求生光求得生光 求发财 就对发财 什么意思 上帝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在以西结书是四章四到五节 就让你得着 使你们呢 现在 因为你们厌恶 神神 你把假神接到心里去了 知道吗 你任贼作父了 上帝就任凭你作恶 这个是对人的最大的处罚 在罗马书十二章 在罗马书第一章 三大任凭 任凭你凭情欲的事情 任凭你行 邪辟的事 任凭你行不合理的事 就人 拜假神的时候 拜的灵 就是神 厌弃这个人 厌恶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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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我不愿意看到你 那我怎么说的话 你去死呗 当然这句话 基督徒不应该说 不应该咒咒人 对不对 但社会上的人 在讲这句话是什么 就是不愿意看到这个人 那么上帝跟人之间最大的处罚 就是断绝父子关系 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你看有一些儿子赌博 输了钱 又借钱 借钱又输 然后爸爸 要钱的 要他债过来了 爸爸妈妈把成款给你 一个儿子欠款 欠20万 不是一个儿子 是个护士 欠了20万 那么20万是四川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个护士 他的女的很喜欢赌博 赌博了 那么赌输了这20万 是不是20万 然后那个药债都来了 当你找我借了钱 借了字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父母抽了钱 然后他哥哥 他一个哥哥两兄妹 然后抽了钱 给你还掉这20万债 然后告诉你 以后你不要再赌了 好不好 不要再赌 那个女生呢 我不赌了 我那个人不赌了 哥哥我不赌了 妈妈我不赌了 爸爸我不赌了 我离国之行 但后来她手又一样了 又去赌 又输了20万 然后 他爸爸妈妈 还有他哥哥 跟他说 你以后不是我们家的女类了 你是我们暴来的 眼光 我们上次警告过你了 你不要再赌了 现在我们没有关系了 你欠的债 你自己去还 就这个意思 上帝也是这样子 你接假身到西里头 你不愿意拜耶和华真神 你拜个伊斯兰教的 你拜那个佛教的 你拜那个神大教的 好也灵也有用 也让你求财得财 求子得子 求生光生光 求顺畅也对了顺畅 你借着于神 神并没有关系了 你就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向恶地 走向灭亡 这就是拜偶像的代价神 厌恶了这帮人 厌恶了以西节时代的犹太人 就让他们祷告也得仇 然后第三个 神灵邪灵偶像什么 他愿意神通广大 在哪里 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 我就不大家读了 假基督假仙子 这些魔鬼撒旦的人 他也能够有神迹启示出现 能够迷惑人 所以基于这三个原因 三个方面 那些信佛他也有能力 叫神通广大 你为什么不信 难道你以为别人有神通广大 你就信他吗 好 好 同学你说 那同学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 没有 时间好 没事把话筒关一下 好的 会 佛教 那在中国南北朝时 佛教就要广全了 当时有一句诗 杜牧 唐朝有个诗人杜牧 南朝四百八十世 多少楼台严语正 尊贵有多少寺庙 多少和尚 报奖 我们光统计南京这个地方 现在的南京 在刘圣王朝的时候 关南京一个城市 有1913个寺庙 到了盛齐 齐朝的时候 有2000年一四五所 到了成朝 成朝的时候经过战货 还有1230万 现在南京有一句格言 出了南门就是寺 就很多庙来都在南京 在南门那一带很多寺庙 中国人今天佛教是中国宗教里头最多的 最少是1.2亿 有人所以是2.2亿 也不知道了 就这样 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讲一个信佛教的皇帝 叫梁武帝 信肖 叫肖以言 我们这个肖 肖老师这个肖是简化字 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 把这个肖就变成了那种 比较炒字头的肖 变成了一个小月肖 变了 肖岩是江苏省 这个江苏省 丹阳市 我们这个肖都是 汉朝那个肖和成像的后代 这远绝点就是安徽肖县 安徽一个地方叫肖县 我们所有的姓肖的都来自那个地方 他肖岩也是这样子 这个人人文善武 才师敏捷 博同文史 他写的文 不但他文武艺高强 他写的诗词 在当地叫禁令巴勇 就是八个非常擅长于写文章的人 他当了皇帝以后编的本书叫《通史》 他自己的专述 对音乐书法都是很有才华的 这么一个皇帝叫梁武帝 然后他祖上呢 祖上是 是永久刺死在北方 相当于一个省委书记 然后他来到南方 来到齐国当光 然后接受小宝齐国的那个三位让位 他就当了皇帝 这个人住了很能征善战 住了没有信佛教之前 能征善战 治理国家文韬五月 都是很了不起的 有点像中国的西藏样的 不信佛教之前蛮不错的 那么信了佛教以后呢 这个梁武帝 他归于佛门三四六年时期 不敬女色 不跟他老婆生活在一起 不喝酒 不听音乐 个人生活非常简朴 他自己认为 通过他自己这些言行 要感化当地的百姓 但当地的百姓呢 有没有受到的感化呢 没有 只是呢 在朝廷里的时候 当年听他的话 因为他是皇帝嘛 然后他对人呢就宽容 佛教叫以善报恶 以善报恶对不对 同学们 合不合不圣经 以善报恶 以善报恶啊 合不合不圣经 圣经里头没有叫到以善报恶啊 没有叫到以善报恶 没有啊 没有啊 合不圣经 你们在忙啥 有 为什么在忙什么 合不 以善报恶还不合不圣经呢 合不 那还要叫什么合不圣经 以善报恶不合不圣经 那怎样才 问题是 基督教的以善报恶 和佛教的善有什么 不一样 基督教的以善报恶 的善是什么 恶是什么 你搞得清楚吗 我上一期就发了一个文件 什么是圣经里头的善 特别发在我们的微信群里 因为我们很多同学没有受过逻辑训练 年纪小 包括我们的家长也没有受过逻辑训练 这些话就跟着感觉到善了嘛 做好事嘛 分心里钱猜嘛 就包容别人了 如果这是善的话 这叫做愚昧 这不叫善 圣经里头的善不是这样子 我特别发了道 是行公义 公义是上帝的法度 不是王仪的那个公义 好怜悯 怜悯不是提摩太凯勒的那个怜悯 是耶稣基督的怜悯 公义是耶稣基督的公义 耶稣基督在地上行 就是真神神的法度 天后的话语 这公义 好怜悯 耶稣的怜悯是什么 叫贝鲁的得知释放 是压制的得知 也是耶稣基督这个怜悯 谦卑与生同行 是什么意思 那个马太亨利的圣经注释 是这样的 与生同行 就是听神的话语 把自己的所有的言行 都放在神的话语之下 包括前面三 四条诫命 就怎样敬拜神 进行经历爱神 后面呢 六条诫命 怎样呢 进行经历 爱人如己 这叫行公义好怜悯 成千百的贤云的主同行 是这样子 我们叫以这个杀 报别人的恶 明白了没有 同学们 你不能够跟着感觉走 是吗 要跟着神的话语走 这叫以善报恶 或者叫以善生活恶 保罗讲的以善生活 也是这个恶 我特别 我们真是把善 当作一个懦弱的 一个老四八交的 一个受气包的 一个欠人咒的样子 我是好人 所以我就是个欠人咒的样子 请问大卫是不是个欠人咒的样子 他以善报恶 报什么呢 报扫罗 两次有杀的结果他没有杀 以善报恶 是不是大卫很好欺负 是不是大卫是以色列的受气包 不是 你自己去想 耶稣基督怎样行公义的 耶稣基督是怎样好怜悯的 耶稣基督是怎样谦卑与天父同行的 我们照着去做就行了 你不是在世界上的以善报 我那些老子都是现在都在江湖 就是圣经佛教生活的感觉都是搅在一起 那你就没办法了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以善报恶 绝对合乎圣经 关键是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你搞清楚了吗 你是跟着感觉走的吗 跟着感觉就没办法了对不对 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这样的 大卫的耶稣基督是表感 大卫是参考过的 就这么做 好吧 你参考大卫 效法也是记得好不好 以善报就这么做 参考大卫 大卫杀不杀人 大卫杀不杀人 你说 大卫有没有杀过人 杀过 杀过 他是不是好怜悯的人 圣经证明 从真是世心 耶和华眼睁看为真正是情 耶稣基督在地上有没有杀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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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 《使徒行传》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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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我翻一下翻一下 我稍微翻一下 是谁把他 谁的灵把他寄杀的 是谁杀的 是谁杀的 谁杀的 神杀的 神是基督的灵把他寄杀的 基督的灵把谁杀了 亚亚亚 十篇136篇 耶和华是 耶和华为什么杀掉埃及的长子 为什么让法老的车和军兵翻在红海里 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是怎么样呢 永远的慈爱 因为神是慈爱的 所以他杀掉埃及的长子 你听得懂吗 有点不懂 怎么爱他就要把他杀了 耶和华永远的读视频136篇 你翻过去 有没有圣经 你家里有没有圣经 你家里有没有圣经 你翻一下 136篇吗 得136篇 你翻一下 耶和华永远是词 所以他把IG的长子都杀掉了 多少篇 136篇 第十节 你读一下 你读一下 就跟上哪位同学 哪位同学 哪位同学读一下 刚才说话 这哪位同学 我没看到名字 是是我 你读一下 施贾行 你读一下 做一整章是吗 只读136篇 第十节 第十节就行了 看一下 等一下 没有问题 称现那基沙埃及人之长子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明白了没有 因为神是慈爱的 所以怕基沙埃及的长子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 神是慈爱的 所以他基沙埃及的长子 你听懂了吗 是不是有点晕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圣经的认识 是很浅浅 很肤浅 我听懂了 真的 你读一下马太亨利的圣经 就是 神的慈爱 只属于他的恩 你伤害了 请问 你现在你走路 我打个比方来说 这句话怎么理解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星期天的下午 你走路 然后小区里头 有一条狗咬你 请问你爸爸会怎么样 有一条小狗出来咬你 你爸爸会怎么样 他在旁边牵着你 他为什么踹他狗一脚 用皮鞋去踹他一脚 因为狗咬了我 为什么他这么做 你爸爸是个很凶暴的人 是不是你爸是个很凶暴的人 不是 为什么 他在做什么 保护自己的儿子 他为什么保护自己的儿子 因为他是爱他 对呀 就这个 你爸爸不是个凶暴的人 但是 有一条狗要咬你 你爸如果没有棍子 有棍子 你棍子打过去 你有棍子 你把刀捅过去 一个是黄色的 你安静雅哥 雅哥你安静 你安静 你安静 我是House 有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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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过来咬你 你爸在旁边 如果手上有棍子 就是一棍子打过去 如果手上有把菜刀 就是菜刀剁过去 如果手上没有菜刀 没有棍子 就是用皮鞋的脚 一脚踹过去 一定是这样子 为什么这么做 是不是你爸很凶暴 不是 因为他永远的慈爱 爱你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嗯 听 所以 以后话是慈爱的 就把神给积杀了 爱一个人是长子 对 现在明白什么的爱了没有 你现在明白什么的爱了 我们今天 其实很常受了个自由主义的影响 唉呀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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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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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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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什么鬼啊 知道什么叫唉吗 你不可能是街上唱流行歌曲 他在哀也差不多 等一爱爱爱爱不啊 就是流行歌的吗 就这种爱吗 你知道什么叫爱吗 什么叫爱 指的是什么叫父亲的爱吗 干扰我儿子 你的野狗干扰 我没有棍子 有棍子 我就棍子打死你的 管你的宠物狗 还不是什么 你干扰我的儿子 干扰我的女儿 就这样的 这叫做耶和华的慈爱 耶和华的善 以善报欧 就是这样子 明白了吗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明白了 你不要被这个佛教 或者说自由主义的 那种乱七八糟的影响 我们不明白神的爱 你好好的读圣经 读诗评诗一百三十 你好好的思想 什么叫神的爱 神的爱不是一个受气包 打我 那么耶稣为什么 给你左脸打右脸 你读一下圣经 是不是耶稣要我们做受气包 就是你不要有恶人作对 吃点亏 你不要与恶人作对 你读了这结果 这和弦的爱就是这样子 不要与恶人作对 就是说你不要跟他冲 对他还行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吃了亏 算了 为他祷告 就这个意思 那么你的冤屈怎么办 告诉天府 他替你申冤 他申冤在他 他会报应 因为这是亚伯拉罕之约 凡 祝福亚伯拉罕的 神要怎么样 祝福他 凡咒诅亚伯拉罕的 神会咒诅他 那些欺负基督教的 欺负基督教是很可怜的 神会狠狠地抱怨他 你没这个信心 你没这个生命基础 你不了解这些圣经真理 这诗笔136篇 什么 上帝是永远慈爱的 怎么办 爱就当这个气色 都不懂 那你就不懂 什么叫以善报恶了 你会变成个佛教徒 一样的以善报恶 就梁武帝这种 梁武帝 我今天就闹得多了 因为同学们 我发现你们不懂 什么叫以善报恶 本来就不应该 我讲这么多的 是你这样默子 你爸爸妈妈可以讲 你再想想看看 你爸爸怎么保婚 上帝的慈爱 只属于他的儿女 哪里来的野狗 敢咬我的儿子和女儿 我就棍子打过去 一样的也是一样的 有一天你长大了 你成为爸爸妈妈 谁敢惹你的孩子 你就给我棍子打过去 是吗 那野狗啊 还有现在说 也就很多宠物狗啊 他敢随便烧了你的孩子 你棍子给我打过去 这叫以善报恶 那硝烟不是这样子 他们佛教的善不是这样子 这个梁武帝研究佛教 为佛教辩论 但是呢 把整个国家的待遇摘了你 本来就打算把这些讲完的 可能现在讲不完了 这两分钟就不讲了 把这个国家和民族待遇摘了你 梁武帝就像西方 现在的德国美国的部分基督徒 也像我们中国民间的一些基督徒 有个姐妹 有一天晚上 她回去 有个弟兄就送她 送她的人把她给强奸了 然后这个姐妹在牧师面前哭 哭的时候牧师讲 你要赦免她的罪 因为她得罪了你 你弟兄得罪了你 这个姐妹就很伤痛啊 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这个牧师教导的以上报夺 她不是圣经里头的以上报夺 她是佛教士的以上报夺 像梁武帝一样的 梁武帝就把这个国家带入宅那里 怎么在宅那里 因为她一次一次 她支持佛教士 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上亿元的钱 分心在庙里 其实这还是小事 这是小事 更重要的是 因为她的爱心 她包容了一个叫什么 销魂的人的腐败堕落 因为她是梁武帝的弟弟 梁武帝总是想感化她 用爱去感化她 用善去感化她 或者是人家不接受你的感化 再好 然后 她的小舅子 站着她 姐夫是皇帝 横行不法 抢劫 然后梁武帝出面 一次一次的释放她 原谅她 饶恕她 因为她是佛教徒 对不对 讲究慈悲 要感化她 叫她闭门使过 这是 还有一个人 萧鸿起来造反 然后梁武帝又饶恕人家 又饶恕人家 最惨的是 有一个叫侯景的 历史上人叫侯景 直乱 侯景为人居心叵测 当时 他的 这个梁武帝的手下 跟他讲 这个人不能要 不能够重用 是个小人 你不能唯一重人 但是 我们的梁武帝 我们萧家梁武帝 萧爷 以慈悲为怀 海纳百川 包容她 希望用她的佛心 来感化她 包容她 最好怎么样呢 侯景 最好发展军事政变 勾结她的 她的弟弟 说我推翻了 你哥哥的王位 将来呢 你当皇帝 我做你的手下 最好呢 把萧爷 这梁武帝 关在一个宫殿里头 不给他吃 不给他穿 慢慢的呢 梁武帝在86岁的那里 活活的饿死了 他死后以后 他的国家也衰落了 因为他手下 他的亲戚啊 都不整齐被他给宠坏了 而那些奸诈的人 起来造反 他就导致国魄家亡 有点像现在德国的基督徒 包容了一些默示 就像我们中国的那种 不了解圣经的教会 让姐妹被别人强奸了 还要人家饶恕人家 这会儿 姐妹伤疼都不知道怎么做 当然这事怎么处理 我就不告诉大家了 没必要讲 只去思考 你就好好的读圣经 66卷圣经是我们的指导 如果你圣经怎么解释 参考小教理问答 我给大家讲 这是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因为时间关系 同学们你安静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话 大家要给我抢着说 我感觉很多同学在下面 里面跟我讲话 雅各你们家 都是给我抢话说 给我抢话说 我很累 你看这是个悲剧 中国历史的悲剧 硝烟 卢煞心肠 信佛教 现在很深 在教育 很执着 最好来打出国魄家王 你还要以上包饿吗 你还要包容吗 那么他以上包饿错在哪里 他为什么不能敢化别人 你梁武帝不能敢化 基督徒能敢化别人吗 能不能敢化别人 你有没有本事敢化别人 我们下谈 结果在说 我们很多糊涂的人 一些错误的教导 害了我们的弟兄 害了我们的弟兄 我们活得像梁武帝一样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主啊 我们人不能够敢化 我有四年才能够敢化一个人 主啊 我们行公义后怜悯 成千本的心 才是我们的善 我们的善 不是佛教徒的那种善 因为地牺牲自己去包容别人 主啊 让我们明白喜欢你的话语 知道你认识你的慈爱 认识你的公义 知道什么是公义 什么是怜悯 什么是谦卑与主义同行 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教导 所忽悠了 主啊 我们也不想做过什么伪君子 假模假样 装得很善良 实际上面呢 心肠又很逮顾 主啊 让我们真实实地活在人面前 主啊 求主你的真理向我们光照 不要像梁武帝一样的话 成了一个悲剧 主要灵敏和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喜欢圣经 尤其要强调的一味的爱啊 善啊 其实是他们属性的爱 不是圣经理所讲的爱 他们的慈爱 也不是圣经理所的慈爱 只是他们自以为是 被世界所谋取所欢迎的善 最终的导致家破人亡 国破家亡 天赋啊 灵敏和帮助 是我们能够吸取历史的教训 不至于白白的上这个历史课 只是来热闹 跟老师抢话说恩 主要灵敏和帮助我们同学 有属天来的智慧 好好地读你的话语 好好地学你的圣经 祷告奉 我主耶稣基督的允求 那下次再讲详细一点 这个时间关系讲不来了 好 好 好